追命笑着对老爹说 莫要担心 如果连一条小小的河都过不去了 这儿的人还是不要去幽冥山庄的好 驱门雷大笑道 老爹呀 这儿打翻的东西 酒钱菜钱 都有我大爷付了吧 还够不够实 说着自怀里掏出一定银元 丢给老爹 老爹顿时乐开了脸 连忙谢道 够了够了 太多了 忽然脸色大变 原来店门外 有人急速地敲着门 在门外的喘息声 如风雪一般凄理而恐怖 如濒临死亡的声音 微弱的声音在叫着开门 每个字的间隔都是一样的 似是在天地间每一个角落 都回响着这个声音 老爹念如道 啊 鬼 鬼来了 鬼又来了 个人屏息一旦 追命猛的一个剑步 飞脚踢开毯子 大门戛然而开 门外风大雪大 原来那一面布帘 竟被换上了一块白布 白布上用写字书着 移入幽冥庄 永远不还乡 门前进高悬一人 是用发细上吊的 死状甚菜 舌头伸得长长的 双眼大大的瞪着 一口都是血 身上却无一丝伤痕 感情真的是吊死的 追命一送身 双指一剪 发绳断落 那人落下 众人一看 更大吃了一惊 原来那人并非是谁 竟是长吴天 为什么长吴天去而复返 而在这儿吊死了呢 为什么长吴天来到门前 殿东众人依然觉察不出呢 若不是长吴天的身子 被北风吹得晃来晃去 撞在门上 只怕到现在还未发觉呢 只是那喊开门的怪声 却又是谁 长吴天的舌头 伸得长长的 满眼都是京剧 虽要告诉大家什么似的 但是他已是死人了 活人当然是无法听到 死人要说的话 那白围上的字 又是谁写的呢 来人竟以这白围换上布脸 而殿中人高手如云 却尚未所结 那究竟是人 还是鬼呢 是鬼 是鬼 阿奔心惊胆战地叫着 众人脸上掠过一片阴影 蔡玉丹 蔡玉丹勉强笑道 哈哈哈哈 莫要胡言乱语 世上哪有鬼呀 八天时忽然绷着脸而起 就是鬼 我也要回他一回 话未说完 便如一缕黑烟 嗖地冲入雪地中 瞬间只剩下茫茫天地间 一个小小的黑点 追命 皱眉说了声 太莽撞了 尹成风起身道 追老钱 不 大哥 八先生一人前去 只怕会落了单 我们这就跟去 曲奔雷只怕龙音密集 被人截足先登 当下道 诶 正合我意 这只呼呼二声 心事兄弟以夺门而出 直追八天时 曲奔雷怎敢怠慢 也奔了出去 一时所有的人都飞身而出 追命 只有一声轻叹 群豪一共二十五人 在白矮矮的雪地上 往游明山庄奔去 八天时首先出来 以他的一泻千里轻功 遥遥领先 只远得像一个小小的黑点 新事兄弟 比曲奔雷先行一步 可是曲奔雷提气急奔 紧落在新事兄弟五步之遥 尹成风采云飞 则在曲奔雷之后 蔡玉丹始终不虚不及 跟在尹成风之后 少林四僧 武当双宿六人 紧紧跟在蔡玉丹之后 而复仇七雄 却又在少林四僧之后 更厚的是石铜 碧饼 横骨剑 公也四等 追命却一直不及不离 跟在最后 一面游牧四处观察 大风大雪 对这群武林豪杰 均不为所动 风雪吹袭在追命的胸膛 追命猛吸一口气 猛的口中 冰冰的塞入了几块东西 原来是雪花进入口腔 追命突然豪性大发 猛的扒开衣机 露出强壮的胸膛 任由雪花击打 哈哈大笑 与北风逆行而奔 这一奔之下 便迅速地越过碧边等四人 又越过复仇七雄 以及少林四僧武当双宿 蔡玉丹见追命奔来 他的生性谨慎 形势淡定 但今日在雪中奔行 也大发雄心 猛一提气 不让追命超越 两人转眼 以越过尹城峰与采云飞 银才二人少年锐气 怎敢后人 而且他们是专修轻功 也提足猛奔 与蔡丹跑个并驾齐驱 这时曲门雷凭着一口真气 他轻功虽无特长 但内力极强 所以跑得越久 对他越有力 曲门雷更豪性勃发 索性除去衣衣衫 在腰上打了个结 大声吆喝 终于追过了心事兄弟 曲门雷正在高兴之际 忽然嗖的一声 一人已越过自己头顶 在帐外飞奔 曲门雷一呆 追命又把距离拉远了两丈 曲门雷心中是有气 正欲挤挤之追 或听自己左右后面 都有脚步手 一看 只见大雪纷飞中 左边是尹成峰的白衣飘飞 右边是清秀的彩云飞 彩衣纷飞 紧在一步之后 蔡丹丹也微笑追了上海 心事兄弟也紧落在蔡丹丹之后 曲门雷心中一笔 信存道 这天下英雄 竟飞过曲门雷一人耳 当下提起急奔 与尹成峰彩云飞并肩而奔 这一来 大家四成的竞跑 尹成峰轻功 剑法俱佳 曲门雷则内力浑厚 彩云飞长于轻功 故三人不相上下 跑在了一起 蔡与丹武功精妙 内力连绵阴柔 但不及曲奔雷威名 故落后一步 行事兄弟论轻功 稍训以尹成峰 论内力则不及曲奔雷彩丹 事故又落后一步 追命是一发嘴猛奔 只见白雪倒飞 人则犹如腾云驾雾 早已把众人抛在后头 但八天时的一泄千里身法 也甚是高明 又抛在线 所以追命离之 尚有十丈余远 追命正要提起追上 这时风雪更加猛烈 大雪随着凛冽的北风 翻飞之下 一二丈内 竟看不见任何东西 就在这时 前面素儿响起了一声怒吼 接着便是一声闷哼 追命心中一阵 猛地醒悟 自己等拼命飞奔之中 自不免无极前后照应 而一是才店门前 吊死常无天的情形来看 有人对自己等意图不利 而今个个分散 不是正中了敌人之计吗 当下大叫道 各位小心 放慢速度 有敌来犯 声音滚滚地传了开去 以免暗中戒备 向前掠去 猛地脚下踢到一个人 那人呻吟一声 一手向自己的脚踝抓来 追命听出来是 八天狮的声音 历时高远而起 历声喝道 哎 是我 你怎么了 这时北风掠解 只见八天狮倒在雪地上 雪地上染了一片剧烈惊心的红色 只听八天时挣扎的道 我背后有人用暗器 追命翻过她的身子一看 只见背后果真有三个小孔 鲜血鼓鼓躺出 哪里还有暗器在 这时驱奔雷 引成风采云飞 已分别奔道 三人一看 弱大的雪地之中 除了后面的人外 连半个人影也没有 驱奔雷吼叫道 他妈的 装神弄鬼的算个什么东西啊 快些滚出来 大爷我给你个了断 声音滚滚地传了开去 远远传来了雪崩之声 追命一见八天时血流不迟 而且血水是越流越黑 心中暗精 闷道 天师兄 你把暗器拔了吗 八天时的情形越来越糟 双目无神地说 拔了 没 没有 我感觉到 他 他就在我 体内 彩云飞掏出精创药 敷在八天时的伤口上 蔡玉丹也感到 看见伤口微带暗青色 心之不妙 问道 天师兄 你中的是什么暗器 那暗器 那暗器 是否给人拔了 那上瘾的人是什么人 八天时 脸色苍白的 无为血色 他说 不知道 狂风大作 有人在他后梗 吹了一口凉气 哼了一声 然后 他反身 想擒住来人 但后面无人 身后 却是一麻 他便倒了下去 那暗器 谁也没机会 把他拔出来 因为他感觉到 他仍在他体内 他的体内呀 说着 声音 慢慢的弱了下去 这时 心事兄弟也感到了 脸色也不觉微变 因为事宅在殿中 八天时捕杀 江左五娇之大娇 又仗 西盘神功 一泻千里二计 令人震惊 而今竟伤到在地 且不明不白 两人一看伤口 知道八天时 重的 绝不是细针之类 那有哪一种暗器 还会随血液 潜入体内呢 不禁暗自心境 这时八天时的脸色 忽转轻暗 猛地跃起 竟把自己的一身黑袍 撕得破碎 碎步在风雪中飞扬 一黑一白 步骗雪花 煞是凄厉 只听八天时 用一种极其恐怖的声音 指着众人 连连说 鬼鬼鬼 你们也会跟我而去的 劈头散发 双目发赤 嘴也笑裂出血 壮弱厉鬼 一时也无人敢上前 八天时 叫到最后一个鬼子 忽然生死而倒 嘴里流下的血 再也不是红色 而是灰色的 追命走过去 一探鼻息 直到八天时 已经气绝身亡 这时少林四僧 武当双宿 也已赶制 健壮 莫不阿弥陀佛 低畅佛号 为八天时超度 众人看见八天时 忽然惨死 不觉心中发毛 天地间 隐隐约约 似有什么东西 在呼叫着 一声又一声 夜色已经降临了 追命看着八天时的尸体 低头沉思 蔡宇丹没有说话 财云飞受到了一些惊吓 尹成风正在安慰几句 忽然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自后方传了 追梦变色 啊 不好 少林四僧武当双宿 身形扑一展线 呼一声 追命已越过诸人头顶 似一根拖弩之石 急飞而去 边叫边道 齐兄 蔡兄 尹老弟 要大家并行一起 万物再单独行事了 尹成风等 当然不再全力击奔 每人相离不到三尺 尹成风在前 蔡宇丹殿后 奔了二十丈远 只见雪地上 又是一滩 惊心动魄的血字 在雪地上 更显殷红 只见复仇七雄 以各手执兵器 围在一起 追命正在中央 低头俯视地上握道的一人 地上的血 便是这人身上 躺出来的 这地上的人 手里还拿着三截棍 正是石童 石童是怎么死的呢 而公野寺 彭古剑 及碧鞭等 又去哪了呢 只听复仇七雄中 石铁锥的大汉说 咱们功夫不好 追你们不上 但这四个头驼 也远远地落在咱们后面 后来 我们听到一声惨叫 便停下了步 回头奔来 石金枪的大汉接道 啊 我们一来 便看到如此清静了 其余三个头驼 也踪影不见 后来你就来了 按理说 那三个头驼 纵火怕鬼 也不会丢下 朋友的尸体不管 而且 我们回奔得极快 照理由 以他们的矫程 我们是不会 看不到他们的 使流星锤的大汉 脱口道 他们就像 就像凭空消失一般 风雪怒吼 昏沉一片 像有千万个声音 在阴侧侧地 诉说着同一件冤情 个人不免脸色发青 只听一名使判官笔的颤声说 是了 我们返回身来的时候 仿佛还听到 那三位仁兄的惨叫 是来自天空中的 追命一皱眉 什么 驱奔雷怒吼道 干嘛的 你少唬人好不好 那时判官笔的 把胸一挺念叨 老子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干嘛要唬你 我的确听到半空有惨叫 嘴是我的 你大可以不信吗 追命抬头望望天空 天色是昏暗一瞥 什么也看不到 连星星也没有 一望无际的雪地上 反映的刺目的白 追命叹了口气 问道 你们有没有听见 有人用狮子吼之类的武功 使雷公轰的汉字说 没有 除了那一声惨叫 我们只听到 半空中隐隐约约有些声音 等什么也看不见啊 另一名使软所的大喊道 若是有人试用狮子吼 你们也必会听到的 追命沉吟道 不错 望了望诸人 苦笑说 这狮童全身上下 没有伤口 连小孔也没有 倒是耳膜震破 只震伤了脑子与内脏 才酿成大量吐血耳末 狮童的死 除了有人用佛门狮子吼弓震死外 只怕没有别一种可能了 但狮子吼一旦试用 只怕五里之内也清楚可闻 可是我们大伙儿 却连一点声音 也听不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